那目前这个I-Know 大家也都有一定的认识 我们现在要来解析它 什么叫解析I-Know 就是想方设法 把里面的这种东西给拿出来 说白了就是我这里想要招三想要十八想要ID这些东西 那怎么拿呀 在这给大家说一下I-Know 解析的方式 什么是I-Know 的解析呢 其实就是过去元素里面的自符数字 或者是拿到你的属性数字 说白了就是得到这堆东西 那些元素的名字 还有什么有几个监控号这种东西 我们要问大家 不用 我就想拿这个 比如说这是一个学生 我就想把这两个拿出来 然后呢 我就把这两个东西组成为一个学生 对象 我就想看见上 那I-Know 的解析 先说有几种方式 这个在面试当中呢 经常会问到的 I-Know 解析方式 有几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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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 第一种是三种 第二种呢 第二种呢是洞 其实这两种呢 洞没有洞 那这两种呢 有什么区别呢 好 那我们在这呢 给大家数一下呢 我把这个拿过来 就这个 假设呢 这就是我的一个 I-Know 的数据 我把这个文导声音也拿过来 假设呢 这就是咱们的这个I-Know 的文档 那如果是洞解析的话 怎么解析呢 洞解析的话 会把整个所有的文档 全部读到位置当中 形成一个竖状结构 再说一次 洞解析呢 洞解析呢 会把整个所有的文档 全部读到位置当中 形成竖状结构 好 对着这个地方来看下来 竖状结构呢 其实就是上来的时候 这个地方有的 STU 其实刚才那已经 画过了 再给他讲话一起了 STU 然后下来的时候 下来的时候 下来的时候 还有两个 一个呢 是 Main 还有一个呢 是 Edge 这个 这个 其实它都是文本的 其实这个 Main 和Edge 就包含这些文本 下来呢 再来一种 这是咱们的文本 这是咱们的文本 好 这个STU呢 现在这里面没有属性 我们可以在这边呢 加一个属性 再把它拷拷 再拷拷 标入 满路 拷贝 放到这里 放到这里 那现在这个STU呢 它已经有一个属性了 我从这画出来 在STU呢 有一个这样的属性 这是一个属性 其实就是它的ID 在这说一下 当呢 把所有的内容 读到 内存当中 形成 竖状结构 然后 写一下 第二个 然后是什么呢 然后是 整个 竖状结构 称之为 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的名字叫做 Dongkman的 在这边 上边的这个地方 这个是称之为 Dogkman的 好 那 这个STU Name 这称之为 什么呢 叫称之为 元素 它对应的单词呢 其实叫做 Arivent Arivent 再来写一下 这对应的是 Arivent 好 那 这个 属性这个 叫什么 这属性 对应的 一个对象 这个名字叫 Attribute Ari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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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两个文本 其实这两个招单 这个招单 这个招单的这个实话 它也是用一个对象来对应 这叫什么呢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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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大型 第一个字 文物小写的 好 这四个对象 统称为 Note 节点 叫做Note 就这个 好了 那 这呢 就是我们到解析的时候 它把这些东西全部读到内存当中 然后 这个是一个对象 这是一个对象 那回头我们解析的时候 大家呢 就看见这些名字呢 就不会陌生了 那 在那呢 解写 动解析的方式 就写下 Done 它是什么呢 就是 把 整个 I can now 全部 读到 内存当中 形成 竖状结构 哦 是 有状 应该是这个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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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状结构 然后 整个文档 称之为 Note 们的对象 然后 然后 属性 对应 什么 H 对象 所有的 元素 结点 对应 Element 对象 啊 文本 也可以称之为 开词 对象 以上 所有 对象 都 可以 称之为 Note 节 啊 这是咱们这个 动解析吧 它的这种 手法 那 Find解析 是什么呢 Find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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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这样呢 也把这两个 它的全程给大家写下 那 动解析是什么呀 Docking文的 就是它的全程 Docking文的 头呢 然后 然后呢 然后呢 那 翻译过来呢 叫 这个很 很直白的 叫文档对象 模型 那 Find解析呢 全程下来呢 叫 就是这个 叫 simple 叫 简单的 api for iPhone 这个 跟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呢 上面是全部组进去 这个三个组织上写成是基于世界的驱动 什么叫世界驱动呢 就是它不是把所有都读进去 它先读一行 读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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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对应的是 现在是开始标签呢 还是文档的开始啊 还是结束标签呢 这种呢 叫基于世界驱动 它是读一行 解析一行 它不相当的是一股脑成的东西啊 读一行 读取一行 即联系一行 读一行 那这是它们两者的最显著的区别 读的区别 那有缺没有啊 这两种 哪个好一点啊 既然把这两个人出来 那肯定有比较的啊 啊 就都好 也都不好 就是事业的总是有 那 Docchio那 它是把所有东西都读进去 加乎你的完蛋啊 很大 有一个成 asse res Zust的 那内存就移除了 当然我们很少会见到有一个记忆的大代 那这里面是如果还没有足够大或者叫特别大 那么将会造成内存移除 那有的同学又见到这种 哎内存移除什么意思啊 先问一下 就是这种移除 他又问了 他说移除是啥意思啊 到底是够还是不够 内存移除到底是够还是不够 不够 不够 就是内存移除 你说老师那你干脆说个叫内存不够丧了 那这个内存移除 但是去跟人家聊天 都不是造成内存不弱 那下面这种手的会不会有内存移除的流程 那上面这种说的是缺别了 那感觉好像没有优点什么 有点什么呀 如果比较小的话你就比较快了 你这种是一行一行一行的组 你五毛的进去 我都可以呢 读到这个根标签 我就可以拿到所有的海 那这个地方呢 他还有一个好事呢就是 可以对闻到进行 可以对闻到进行 增 增 增山改叉择这个地方 你这数据库写多了 增山的操作 那下面这种呢 不可以进行 增山 只能拆 这为什么不能增山呢 因为咱们读一行 你只能读一行 他们不像这个地方是 所有的都全部进来 我可以在这个地方 再删掉这个 可以加这个 这个只能读一行 就一行一行就读了 它那个有点像指针的意思 那他讲 有点像指针的意思 只要这一行我就读这一行 只要这一行我就读这一行 好了 这是咱们 动解析跟三组 两种解析方式的不同 给大家讲话 感参号 中国icon 小符号 in magic 下面的pance.png png png 找一下我们这里的名字 pance 像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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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 在 你 像